尊敬的雍主席 还有陈炳丁律师 各位老乔领 各位朋友 在座的都是很多老朋友 大家下午好 我每次来这里都好像风水 上一次来有下大雨 就是那个冰雨 说雍主席 所以我不知道是我交风雨的还是怎么样 我很高兴 这次雍主席发动大家老些 侨团 大家朋友坐在一起 说实话 疫情来三年很少活动 所以大家也很少见面 所以我就希望我们各个老侨团也好 新侨团也好 我们应该是团结 都是华人 就是我自己很感觉 因为我高祖的时候已经去了美国 我就第六代 算起来我就第六代华侨了 争主的时候就新贵同乡会的时候 1932年 所以新贵同乡呢 我们叶国两个会长也是 他老爸的时候就已经在那里 也是 就是我们到这几代 一直在华侨 侨领那边工作的 我们希望呢 我们能尽我们自己的能力 能做点实际的工作 为我们所有的华人华侨 权益和争取 对吧 我们现在进入刚才说的 现在好多诗人看到我们中国人 有的当想的议员 有的部长 他们就看着觉得 抢了他们的饭碗好像 夺了他们的奶酪 就就造谣了中伤了这几天 特别那个法轮功的报纸 包括我们庸主席 就上了名单了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并不可怕 所以我他在说 你搞那么多干什么 迟早在加拿大 那国安机把你加起来 我说我怕什么 我就对他们说 我是加拿大公民 我的国家利益放的第一位 加拿大国家利益我放第一位 但是我是中国人 祖国的利益 我也要坚固 对不对 我没有 审害了加拿大利益的时候 我为中国做点事 我问信无愧 他要加我就加我 我无所谓 所以我觉得呢 我们所有的老乔团 要新乔团 我们是团结一致 不要内斗 内斗那就把内讧 把我们本来最少的力量 给内斗内讧搞掉了 我们应该团结一致 一次对外 对不对 所以呢 我这次呢 佣主席还有那个陈副主席 就委托我找一些老社团啊什么的 我就很积极地联络他们 叫他们来这里做一做 见见面 就不要搞那么多纷争 对不对 所以我记得很早的时候 那个 一个总领事来上院的时候 讲话 我们华员应该团结 团结更团结 我说你觉得我们华员不团结吗 他说没有 我没说过 但是确实我们也有不同的声音 那不同的声音 这个在哪个社会里面 在哪个社团里面都有 但是我们怎么发解这个问题 我们应该是用智慧去发解这个问题 对不对 所以我还是希望 多搞这样的座谈交流 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对吧 有什么好的方法 方式我们能征求我们的权益 我们支持我们的华员去参进 参选 所以我很积极地 好多华员 那个国会啊 省事员跟我的很关系 他们筹款了什么 我很积极地参加 尽我自己一定能力 去帮助他们 希望我们更多的华员去参进 议经 才能把我们华员的声音 放到国会里面 省议会里面 还有市议会里面 为我们华员争取那个权益 对不对 你没有 人家跟你说话 你的心的需求 没人知道 所以我们必须要自受华员去参进 你不参进 你就放弃了这个权利 这包括小孩 要不选举 为什么要选举 我说你一票很重要 对吧 有时就差那个 几十票 像我们那个旺诗 那个台山 那个陈玉婷 他就差一千票 这市长就没有了 其实一千票 我们华员发动一下 这一千票 也不难 你说难也不难 说意也有意 对不对 但是你怎么发费一下 就叫一千票拿过来了 第一个华员的理事长 就是我们中国人的了 对不对 但是就 有时就差一千票 就一千票了 所以我还是希望大家呢 就还是继续精神团结 不管是老侨 还是新侨团 到时候互相合作 互相理解 互相帮助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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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